主料,高筋面粉140克,水鸡15克,细砂糖20克,黄油15克,鸡蛋叶10克,将酱姆一小勺,奶粉一小勺,芝麻,辅量煎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高筋面粉,奶粉,鸡蛋,酱姆,细砂糖搅拌均匀,揉成面团,再加上黄油揉至扩展阶段,面团揉至扩展阶段后, 盖上保鲜膜进行发酵面团,发酵到2.5倍大,排气,分割成4份,滚圆,进行15分钟中间发酵,把中间发酵好的面团在滚圆放入烤盘,在烤盘底部放一盘开水,关上烤箱门进行最后发酵,约40分钟,发酵到两倍大,在表面刷一层全蛋液,撒一些白芝麻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烤备, 170度,约20分钟,生菜切自西红柿切成4片,培根在煎锅中煎熟,把鸡蛋煎成荷包蛋,和包胚从中间切开,抹上沙拉酱,依次放上生菜培根鸡蛋西红柿片芝士片即可,烹饪技巧,馅料可以化成自己喜欢的,建议要饮料它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